萨古鲁谈 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关注是错误的吗? 虽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你的生活很有趣 但是对你今天发布的帖子快照 二十年后你会有什么看法? 在青年和真理的谈话中 一名学生问萨古鲁 是否通过社交媒体表达情感和寻求关注是错误的? 他说 我们是寻求关注的一代 我想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点 我们表达我们的快乐 悲伤 每一天所做的一些细节 我们吃的食物 以及我们见面遇到的人 都拍照在WhatsApp、Facebook、Snapchat、Instagram等上面进行发布 特别针对我们的问题 而不是寻求解决方案或与朋友交谈 我们倾向于发布并大声地告诉世界 我们很伤心 社交媒体上这种表达和寻求关注是错误的吗? 萨古鲁说 这不是关于对错 只是在你今天生活的这个阶段 无论你说好的或坏的都没有关系 我们甚至不想判断它是好还是坏 但它是私密的 你必须明白 特别是对于数字媒体 这些该死的数据一直在 如果你从脸书上把它擦掉 某些人或许已经储存了它 这可能会在你的生活中 没有必要的时候产生对质 十年后你今天做的事情 可能会让你感到尴尬 社交媒体是我们生活中显著的工具 以前从未有人像这样沟通 但是我们的沟通是什么? 我认为需要更多的思考 你吃冰淇淋 做一些自拍这样那样的动作 我并不是说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只是一点点古怪 明天你可能会对你的古怪感到尴尬 如果你没有 那果然好 我不是说你应该这样做 或不应该那样做 但是你应该更加明智地对待生命 因为你今天所做的事 不应该在以后和你对抗 过来吧 感谢观看